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张英文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韩国大秋圣府上海班师处 那就让我带大家一起去参观一下吧 这两个就像是果冻一样的 然后可以方便携带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是柚子胶原蛋白 从这名字上来讲的话就知道它是对皮肤很好的 补充我们体的胶原蛋白 下面给大家介绍两款护肤品 第一款是风胶90精华液 下一款的话是多效防塞妆 还有90%的风胶提取物 改善皱纹美白双重功效 下面这两款产品是来自同家公司 一款是儿童综合维他命 另外一款的话是胶原蛋白 这两个产品是怎么去引用呢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把上面这个拔开 然后按下去 看到吗 这就是维他命在里面 随时随地都可以让孩子喝到维他命 这两款产品是来自同家公司 然后这个是泡菜味拉面炒年糕 这个就是我们的优泡菜 然后在这两款产品的话 就是会可以让我们中国的消费者 可以轻轻松松的能够吃到最正宗的韩国味道 哇这款也真的好轻哦 而这种金属的材质 就是与这个抱纹材质相结合 形得非常的时尚 给大家试带一下 它的伸展性也非常强 下面给大家介绍的产品是两把羊伞 都是来自五重羊伞家的 第一把是木饼长鱼伞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哦 哇哦 这个是木饼 这边画呢是韩国传统名画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鱼伞的中棒和把手部分 都是用木头织成而轻巧非常的结实 今天的韩国大邱市政府上海代表处之旅 有没有让大家更深的了解韩国大邱市呢 今天我们的韩国大邱市政府上海代表处之旅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们下次内容再见 拜拜